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曲坤 其实收获挺多的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从心态上的一个收获 就是慢慢的能够把自己更多想要展现给大家的方面 能够慢慢的去展现给大家看 因为一开始可能有时候会非常专注在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容易就是整个人就投入进去了 所以慢慢的会去多尝试一些好玩的新鲜的东西 这样子 Maija就是因为就是一个有设计的动作 就是会把Maija甩掉这样 那表演完的话想说还是 因为有时候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能捡起来 所以那一刻捡起来这样 其实每一次的很多的舞台上的东西都是先 事先想好然后会先有一些小的心思小的设计在里面 对 我写重生这首歌是希望它能够给我自己一个新的起点 带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就像它的歌名一样重生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在一段时间过后 他都会想要试图就改变一下自己 或者说能够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迎接到下一个起点这样子 有什么事情是对于你来说觉得有点难度或者不太干挑战 做饭吧 其实我会做蛋炒饭 但我也只会做蛋炒饭 蛋炒饭就好很难 诶蛋炒饭我还真不能立这个不能立这个 flag 就是蛋炒饭做的还可以 因为我有个秘诀就是你炒完蛋炒饭以后 你拿那个碗先把它装起来 装起来以后呢你再把它就是那种圆的小碗 你把它再盖到一个盘子上 我跟你说那个样子就非常漂亮 至少样子是漂亮的你知道吗 味道我也不太确定 就就还可以能吃 可能粉丝因为都会喜欢你 平时也会做一些你的表情包 或者是截取一些表情包 又关注一些可以这种可不可以模仿两个 表情包 嗯他们模仿我的表情包是什么 看小鸡就是这个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被 放在那个 那个旁边就披在一起 我一看还真的挺像的 我就觉得好吧 坚持梦想的路上难不难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减肥是一个蛮难的一个阶段 对我就最近已经成功了嘛 对那个时候你就 说实话其实是很难控制的 但这个时候你就想你就想想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吃了 这个是我一般的一个 一个信念就是 是不一定要有人到早上这样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